各位,這個消息是來自《紐約時報》 就說,越來越多的20、30、40歲的成年人 在智能上有一陣霧,Cognitive Fork 有一陣霧,迷迷糊糊 研究人員指出了這個,因為是長新冠 即是新冠的後遺症 在這個報告裏有一個叫做Francisco Paris 就和16個研究人員和醫學上的專業人員 他們是研究DISABILITY 即是身體無法正常做事 Long Covid後遺症 新冠後遺症 Cognitive 即是Census Data 以及人口調查報告 就說,越來越多美國人 就有一個非常嚴重的智能問題 包括滅亡、記憶、集中力和做決定 比起過去15年來,這次是最多的 我估計有100萬人受到這樣的影響 那些成年人18至64歲 現在報告說自己有這樣的智能上的情況 是雙倍了 包括走路和走樓梯都有問題 大家在這裡第一幅圖 就是有多少百分之比的人 說他自己有嚴重困難來走路 說走路一些是在近年一直下降 不過就是新冠之後似乎拉平了 第二就是關於記得事、集中精神和做決定 就是新冠之後就一直上升 最後就是在家裏普通膠毛都會亂殺大牢 也是新冠之後有一個上升趨勢 長期來說有一個上升趨勢 而覺得自己走路有問題的話 其實在2017年左右開始下降 但去到新冠期間就拉平和向上的趨勢 這就是有嚴重困難 就維持在百分之三…多一點 三點多…三點…七左右 下面還有另一幅圖 就是說自己在記憶上 集中能力和做決定是有困難的 有嚴重困難的… 一樣上升到三點多差不多同一群人 一樣我們有一個長期上升趨勢 但是自從新冠之後 上升趨勢是變大了 至於45至64歲的變化就反而不是太大 但新冠期間掉落後就回來了 顯示到這個新冠疫情 對很多人來說是影響他們的智能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來自華盛頓 有紐約時報的 有紐約時報的 會不會不會吧 他會不會 今天就找到 這就是你 遙遠的 我